为在台东池上的日辉国际度假村为了善尽社会责任 特别邀请到台东家福中心及台东地区偏乡国中小优势而逃 一起到度假村里头享用美食和设施 希望让孩子在中秋节时也可以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 台东池上的日辉国际度假村董事长郑月才 在事业有成之余不忘回馈社会 连续11年在中秋节前夕邀请台东家福中心 以及台东偏乡的国中小学童 来到度假村内享用美食及饭店设施 日辉董事长表示 希望让小朋友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之外 更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更多人一起投入关怀贫乡孩童的行列 今天是中秋节的前夕 那么每年我们日辉国际度假村 联系11年了 那么都在我们日辉国际度假村的办 那么来招待免费的招待 台东辖区内的弱势儿童的一些中餐晚会 那么透过这个中秋节 我们能让这个偏乡的弱势儿童 弱势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关怀 以便让学成之后 那么对这个社会有所认知 知道这社会都是很爱他们的 很关爱他们的 那么借由这个活动啊 我想非常有意义啊 我们日辉国际度假村啊 一向以来啊 都非常重视了偏向儿童的生活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儿童在这里用餐之外 那么我们也希望来带动 整个社会啊 这个企业啊 能够啊 共享盛举 来多多关怀啊 我们偏向儿童的成长 以及对他们的一种关怀跟爱 让他们知道说 台湾这个社会是充满爱的地方 除了能够享用美食之外 参与餐会的杨乐多股份有限公司 与乔伊亲子创意家具 也送给小朋友们精美的礼物 希望他们能够度过一个开心的中秋佳节 记者陈气凌吃上香报道